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汉小姐 是谁做了选择 啊 情很高 来 哎呀 说话自己的好好啊 来 过来看一下 哎呦 这两个选择我好 但是刚才那个谁啊 你刚才在拿哪本本子 在抄什么东西啊 不是 他要来比划一下 他拿了一个本 对啊 那本是 是这个本吗 是新华字典 是这个本吧 学习的是这个本 这个本我一定要 这是你学习的本对吧 对 学习的本 但这三章是为了今天节目写的 对对对 没错 之前都是学习的 我正文老师写的 有几个词一定要念 其他我不多念啊 有几个词 秦平其他方写了他的特点 活泼啊 喜欢猎奇啊 喜欢女孩子优雅啊 体贴这都不想说了 说他自己的优点就是 这么容易老婆 后面这句吗 爱妻如眼 有上保护眼镜一下 中文学得真好啊 这谁教你的词啊 为了这次节目 我做了三张笔记 大家看啊 一张 两张 实际上是两张半了 两张半 两张半 里面讲了自己的性格特点 和对女孩子的要求 真的很认真 而且我个人认为 她的字写得比现在我们很多大学毕业生还要好 说实话啊 我要说谈帅一点 这个是我老师写的字 老师 别说 别说 剪了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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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看 是对不对 叫一连幽梦 是一连幽梦 一连幽梦 现在在播吗 我不知道了 她说是热播 她扮演过一个法国医生的角色 不行 是一个科学家 法国科学家的角色 在一连幽梦里 一连幽梦的第二十二集 有麦思妍扮演的一个法国科学家 一定我们支持你 一定看你演的角色 你看她还这么谦虚 还不拿出来说事 真是 有点意义 还有吗 还有吗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 别看了 别看了 挺过的 她的汗都下来了 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细节 大家发现 没有麦思妍是个特别认真的人 是 没错 做事分分 做了很多的笔记 对 我帮你办好 好 谢谢 问题要问麦思妍吗 有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优先排次序的话 你以爱情 爱好和你的那个爱事业 三种排序方式 你会怎么样去一次排列 三种是爱好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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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 爱好和事业 有兴趣爱好 爱好 你会影响 有爱情的话 肯定要放在第一 然后实业 肯定是第二 然后爱好 会第三 第三 可以 很满意 那现在我们请 麦思妍伸出手来 说出你的爱情感言 看看他会不会牵你的手 来 告诉我们为什么选他 或者你想跟他说 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感受 跟他说一下 我说了 对 就是我在那边跟他聊天 聊天是比较舒服 他给我的感觉是很好的 他很有善 你不是跟我们说 你不是跟我们说是跟 你跟他讲 对对对 我跟你说 你人很好 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 跟你聊天比较舒服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像这个电视节目 就是大家会比较紧张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坐在一起 不紧张 愿意让他选择你吗 请伸手 来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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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 有话聊 他俩真的是有话聊 我觉得就是他们俩从美国来 好像一个简简单单的握个手 就太普通了 是谁啊 应该跟我们来告诉你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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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天相互感觉都非常 但是你们会面临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来自于文化 不过麦先生是一个很善于学习的人 我希望你多学习如何重用老婆的技术 这样对你们的将来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加分 要恭喜二位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重用老婆爱欺如眼 他说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